哈喽大家好,今天咱们用金针菇搭配鸡蛋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金针菇去取根部以后将它掰成小朵,放进清水中 加入一小勺盐,将它浸泡五分钟 一根青椒切成丝,再切成小丁,放入碗中 半根胡萝卜也切成小丁,锅中水烧开 放入金针菇焯水两分钟,去取炒酸 然后把它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把水分挤干,然后切成小蛋 切好后放进一个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加入一勺盐,少许的胡椒粉 再来两勺淀粉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个样子就可以 一个馒头掰开后放进绞肉机里 将它搅碎 像这样子就可以 再把它倒进菜壶里 充分地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粘稠度的面糊就可以 电饼趁热刷油 将菜壶倒进去 用铲子把表面抹均匀,抹平整 上下火先焖两分钟 再准备一个鸡蛋,打入碗中用筷子搅散 再准备一根火腿肠,将它切成软片 饼现在已经焖两分钟了 表面定型以后再把鸡蛋液倒进来 然后用刷子刷均匀 再把火腿肠也加进来 然后撒点黑白芝麻点缀一下 再刷点食用油锁出水分 然后盖上盖子再焖三分钟 三分钟以后再用一个针垫给它翻个面 继续煎三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就可以处出来了 然后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香喷喷的早餐饼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早餐饼好吃又好看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早餐十几分钟就能搞定 里面满满的蔬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